瞧 这样一只手将数据文件在一张桌球台大小的显示屏上随意的翻转移动 是不是很酷呢 可别以为这是什么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 其实这一切就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了上海图书馆全新打造的创新空间全媒体阅览室里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各种最新科技手段阅读 甚至是触摸到你所需要的各种海量信息 不要懂了嘛 你只要眼睛看一看 第二 很惬意是吧 在这样高科技的环境里看书还觉得比较舒服 然后那个也能激发我学习的那种热情 我也是第一次来 就刚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不是不是阅览师 还没敢走进来 后来就是这边工作人员很热情 把我们引进来 进来以后感觉跟之前去过的这种阅览师图书史非常不一样 这六个独立的显示屏 当你慢慢的走进时 他们会根据你移动的位置自动变换成一幅连体的画作 当眼前这一切给予了你足够的灵感 你甚至可以在楼下最新的3D打印机上将你的创意即刻打印出来 从信息的获取体验到你自己想法的付出时间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拿过来以后的这些东西弄好看好效果以后 对我们搞生产或者使用这些人就一个直接性就强了嘛 在这里为读者提供这个创新的工具 然后把他所有的创新的灵感通过我们这个工具设计出来 什么样的人可以过来 我们现在对所有的辞政读者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本周开始2013年度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 在上海图书馆拉开大幕 这里不但成为国内首个引入3D打印机的图书馆 每天还有国内外各学科的名家带来他们的珍贵手稿 并通过讲座与读者们交流 而这些丰富的全媒体资源将在今后长期向读者们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